天黑了,我得把尾灯给它打开 一闪一闪的吧 这样稍微安全一点 然后我把头灯给打开 待会儿一点点都看不到了 现在还是没有信号 我不确定距离小白地服务区 大概应该是还有60公里左右吧 今天晚上如果照这样的速度骑行 大概是凌晨一点钟到两点钟左右 才能到那个小白地服务区 最快最快是12点钟吧 还好这边车倒是挺多的 一点都不慌 现在大货车这个远光灯啊 看不到 安全起见啊 把这个也打开 有点危险 就这样吧 快要8点钟了 我开了这个灯之后啊 对面的大货车就能看得我很清楚了 我如果开这个头灯的话 他们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前面有个路牌啊去看一下还有多少公里啊 距离哈密的话还有125公里了 省点电啊 省点电啊 这样也可以看得到 对面来大货车我就开头灯 后面来车了 好亮啊 哇 有一些大货车 他大老远的就把远光灯给关掉啊 有一些他就是不关啊 非常的刺眼 好亮啊 来口水啊 哈密方向 哈密方向 终于看到标志了 小白地服务区还有58公里啊 晚上的8点23分 距离小白地服务区还有58公里啊 到目前时速15公里计算的话得4个小时 差不多1点钟吧 1点钟人到了 前方动物通道 注意减速慢行 看来这一袋野生动物还真不少啊 这样的牌子很多啊 肚子好饿啊 今天一天都没吃饭了 就靠饼干 还有一些面包 大概还有50公里左右就到了 大概还有50公里左右就到了 我今天是喝了加强的那个咖啡啊 所以我现在还是很兴奋 还有劲儿起 一块饼干 一个面包 一瓶500毫升的水 肚子饱了 又有力气了 刚刚一颗石子啊 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往沟里面掉进去了 差一点 翻倒了 就正回来了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信号了 刚刚回复了一下信息啊 现在把灯光的角度给调了一下啊 刚刚一辆 大货车吧 都开到这个白线之外来了 我都停下来了 我火都吓掉了 有摆摊呢 哦大货车 我以为有人在摆摊呢 又是前方动物通道 注意减速慢行 我现在还真希望来个信号塔 我在信号塔里面 露营哦 看不到 一点点都看不到 那个大货车一来 我就 成瞎子了 看不到 就任凭他们 呃 那个什么了 又来大货车了 我还是停下来吧 安全委届 那个灯光 特别特别的刺眼啊 还有95公里啊 到哈密了 晚上的10点多了 应该是还有20公里还是30公里左右吧 就到服务区了 好神奇啊 突然有一股暖流飘过来了 太刺眼了 根本看不到我 还有30公里啊 到小白地啊 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幸好是一路的下坡 啊 车子 拦住了 不让过 这什么情况 哦 哦 大货车往右边走 我自行车应该领过了 倒是封闭 静止通行 走走看吧 过不去再说 好了现在没有大货车了 这个灰尘不得了哦 这个灰尘不得了哦 希望没事吧 还有20多公里就到那个服务区了 放了一个警示的 兴许这就过不去了 看不清啊 注意点啊 这里是桥啊 真过不去哎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10点多了 既然那边过不去的话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大帐篷吧 你看 这里也挺好的 就是它那个灰尘很大很大呀 嗯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 嗯 全部是灰尘 哇这个灰尘有点有点可怕 不过也没办法了 只能在这露营了 就到这吧 确实过不去啊 还在修哦 哦 哦 其实好像是可以过的 哦从那边下去 行 哦 他慌了 来了一辆车子 幸好他来了哦 不然我还真的在这打帐篷了 这边的灰尘不得了哦 算了那我就接着往那个小白地服务区吧 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 灰就不得了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的清楚啊 这个灰尘 反正我现在肉眼可见 哦 只能跟着他们走了 这个我只能推了 估计 起不了啊 哎呀好像可以啊 哦全是沙子哦 泥土啊 起不了啊只能推啊 这个后面那个 车子又来了 哇这个 好线啊 难怪这么多灰尘啊 又要吃土了 他们一来我就得吃土了 你看 哎呀推不动啊 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我停在这等他们往哪里走吧 看不清 啊他们往这边走了 那我就跟他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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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多啊 啊 有蓝了也不知道呀 啊 有蓝了 我知道有蓝啊 看来我今天没有在野外露营 是正确的 确实有狼 他们常年跑过车的 肯定是看到过的 我都看快看不清那个车轴硬了 后面也没有车来 我大概知道是往那个方向 后面又有车子来了 嗯 我不知道我吃了多少的灰了 这边是一个上坡 应该就是接到上面那个路上去了 应该到了 不知道多少公里 我不知道现在是往这条路 还是往这条路 我等一下等大货车来了 我再跟他们一块进去吧 好像是往这边的 那边好多车都走错路了 往那个里面走进去了 好了总算是到国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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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全部是灰尘了 就是必须要找一个宾馆啊 或者什么的洗一下了 嗯 好了好了快要没有了 晚上的11点26分 这好像是个大上坡 我已经骑了有两公里了 实在骑不动了 大海道 大海道 欢迎你 大海道 应该到顶了 12点多了 这个坡总算上来了 大概四五公里吧 晚上的12点23分了 大概是还有10公里左右吧 最多11公里吧 这边是只能大概测试一下 因为这边它导航是导航不了的 应该前面那个亮灯那个地方就是了 马上就到了 还有2.5公里啊 我在想啊 这些大货车司机 你看现在都马上1点钟了 凌晨1点钟了 他们不睡觉的嘛 还是两班倒啊 有可能他们是两班倒的 这个服务区好像停满了车子 全是车子 哇天啊 密密麻麻的 这么多车子 原来都在这睡觉 原来都在这睡觉 哎 过到房子里面去 这房子挺好 应该没奥利给吧 哇这个房子好 可以可以 那我要在这儿录影了 这有个台阶 往这儿进 这个服务区应该是没有建好 我改变的把窗户炸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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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帐篷搭好了 天上全是灰塵 明天到哈密市区那边 找一家宾馆,不管它多贵 不过我估计十一环境周已经过去了 那边估计也不会太贵 去找一家宾馆好好休息几天 全是灰塵 今天确实有点荒贵 还有两升工地打热的水 全部把它大点洗掉 擦一下身子 今天我好像算了一下 我骑的有160公里到170公里左右 有点疯狂 简单的擦一下身子 就紧张休息了 视频也来为你剪了 明天吧 明天到哈密市区去剪吧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凌晨的1点26分了 好 好了,其他人